大家好 在今天還有包含了 昨天前天的週休假期 你又感覺到高溫炎熱的天氣 炎炎夏日到來 許多朋友都問我說 現在天氣會不會 溫度不會再高了 不會 到目前來看的話 你要真正的感覺舒服 要等到9月中旬 像今天的台北高溫 就到達了34度 到了明天後天 甚至還有機會上看到 35度的高溫 嘉義的溫度 今天也在高溫 在34.5度 所以要提醒大家 防曬 補充水分 兩件事情非常重要 不過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的Sepajo變少了 因為我們今天高空的風場 不太相同 雨的部分少 但並不表示不下午後真雨 所以你下午外出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背雨距 因為仍然會有一些 Sepajo的機會出現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 我把它分成兩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主要有Sepajo 就在2 3 4 5這幾天 跟今天相較之下 午後真雨的發展 其實有時候 就要看對流的雲層了 當對流發起來 午後真雨就會出現 悶熱的感受上來說是一樣 高溫的部分 都是達到34 甚至35度的高溫 但這樣的天氣 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有點不同 因為我們的風向 吹著偏東風進來 有點東風進來 西半部地區還是Sepajo 但是東半部地區 會因為吹東風 早晚有一點點地形的 短暫降雨出現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先來注意到 台灣東邊 你有沒有注意到好多雲層 台灣東邊其實是一個大的低壓 這個大低壓袋當中 其實有兩個低壓系統 這個是一個小低壓 這裡也是個低壓 但你會問我說 那會不會發展 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整個水系的環境廠來說 對他們發展並不是太有利 所以兩個系統目前看來 都不太會有發展機會 倒是日本他們認定在 他們日本東邊的 這個是一個熱低壓 不過也可以注意到 水氣的量來說也是非常少 未來這個系統 會往日本的方向走 對我們來說 我們台灣上空 因為在我們的北方的東海 這裡有一個小的高壓 高壓今天帶了一點點 偏東北風進來 東北東風 所以在今天炎熱 午後陣雨 反而因為這個風向的改變 雨的部分就發不起來了 從地面圖可以注意到 小高壓的存在 大低壓廠的存在 但這個大低壓廠 基本上來說 現在這個時候的季節來說 在這個環境廠當中 這個禮拜基本上來說 它要發展出來的機率來說 比較偏低 不過可以注意 在大陸這裡有沒有看到 開始有一個封面快要出現了 這表示什麼 北方的冷高壓的強度 已經開始逐漸的增強了 時節已經進入到了 接近要秋天的時候 這個禮拜又畜暑 24節系畜暑 下個禮拜開始 長江以北的溫度 就開始要略降了 台灣上空 基本上你要等到9月中旬之後 因為本北方的封面下來之後 我們的溫度在晚上 才感覺起來比較舒服一些的 不過我給大家來看一下 下禮拜一的地面圖 先注意 這是8月28號 有沒有注意到 8月28號 北方有個冷高壓系統 在東移封面帶也已經出現 台灣上空的環境廠來說 這個時候還是有點偏著南風上來 南風上來一樣是溫度高 高溫的部分仍然達到34 35度 但我們注意 我們的東南東方的海面上 遠洋這裡就可能有 低壓系統要出現 而低壓系統會不會發展 等到了下個禮拜 3 禮拜4之後 我們再來注意 在這邊的整個大低壓區當中 有沒有系統能夠成形 不過如果真的要到台灣附近 環境廠的話 大概也要等到9月初的時候 它才會逐漸的接近到 我們台灣附近 那當然下個禮拜的話 有機會有些熱帶擾動發展 這個禮拜看來機會是偏低的 那天氣形態來說 炎熱 悶熱的感覺明顯 小心 不要中暑了 記得多多的補充水分 我們就來看一下溫度的預報了 先注意到 溫度在晚上是舒適 白天的溫度狀況 是一個悶熱的感覺 尤其午後鎮雨 在桃園 台北 基隆都有點機會 新竹以南 雨變少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只有南投跟雲林的山區 有點散爆後的出現 南部地區的午後鎮雨 仍然是高坪山區會有 東半部地區的散爆後 是山區的部分有 坪地的部分偏少 外島地區來說 倒是金門跟澎湖天氣晴 未來一個禮拜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在預報上 都有點午後鎮雨 不過在週三晚上的時候 在南部地區 因為海陸風的效應之下 地形符合作用 倒是在天亮之前 會有點地形短暫雨 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倒是南部地區 會在早晚的時候有點降雨 因為是東風跟地形符合作用 外島地區到禮拜四以後 都是天氣晴朗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第一個 白天的陽光牆 外出的防曬 工作不能少 下午山區容易會有 午後鎮雨 容易起濃霧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